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封面故事是2019最新的各种创新发明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新产品 其实蛮有趣的 我们来谈谈其中几个有趣的产品 第一我们谈谈就是说 你如果要买到最合身的牛仔裤 大家知道在买牛仔裤的时候 常常一下抓了好几条进去试 不是长短不合一 常常是因为你的大腿的宽度 或是你腰身的这边腹部小腹这边 会松垮 但是最新的利用3D的扫描器 来测量你的体型 来帮你制造牛仔裤 是百分之百完美的合身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扫描出10万个 所谓的数据点 一条裤子测出10万个数据点 然后制造出来最合你身材的牛仔裤 你不必用马尺量身 你只要站在扫描器前 让它扫描一遍 那你就可以找到你最完美 最喜爱的牛仔裤了 它也有颜色可以挑 但是一条其实还好 200美金 6000块台币左右 还有一个新的产品 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床垫 大家都知道 这个睡眠不好 心情就欠佳 这是最恼人的 那睡得好 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条件 最近美国的厂商 它就发明了所谓的 智慧型的床垫 它的设计 是说利用4000测量你的 这种各项生理的反应数据 然后去利用床垫里面 安置的这个水流 来整个晚上 调控这个床垫的温度 这个温度 随时在变化 但是是配合你的生理状况 就可以让你 持续的好眠 这个床垫里面 还装了其他各种感应器 它可以追踪你在 不同睡眠阶段的 各种状况 包括你的心跳频率 呼吸频率 那在经由这个APP 提供给你 你的睡眠指数 那经由这些数据 你去观察 你就可以了解 你身体的状况 就可以改善你 这个睡眠的品质 那这也是一个 很棒的发明 那价格就不菲了 因为这个 Queen Size的一个床垫 每斤是2135块 折合台币 大概是六万五千元左右 不过能换得好眠 好像也不错 那还一个新的产品 就是这个是 很多人也会 这个饱受其苦的 我自己就是一个 就是这个鼻痘 非常敏感 所以你常常 这个猛打喷嚏 或者流鼻水 因为是这个 对敏感源 这个鼻子敏感 那这个2019的 这个新产品 也是经过 这个美国食品 药物管理局的 这个检验 它是这样 它用一个 大概这个 一个电池汽车钥匙 大小的一个发射器 那用手指头 来操控这个发射器 能够发出这个 微电流 去稳定这个 你鼻痘附近的 这个也就是 眼部四周的 这个神经系统 那你稳定了以后 它就会避免 它被这个敏感源 还有其他感染 造成鼻痘的恶化 然后就变着 这个各种不好的 症状都出来了 那你每天 只要花五分钟 用着它在你眼睛 部分的这个 各个区域 用发射器的前单 按着你的脸部 不同的点按一按 那就可以维持六小时的 非常稳定 所以这个 其实对于这个 为鼻痘员所苦 或者是鼻子敏感 所苦的人 这五分钟 换来代价 绝对值得 但是价钱不便宜 这么一个小小的 这个 所谓的发射器 美金大概150块左右 好 我们修一下 待会儿回来 跟大家谈 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本书 慢老 天下杂志出版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周末炼金书 我是青木冲 周末炼金书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本书呢 书名叫做慢老 慢慢的老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这本书的作者 黄慧如小姐 金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黄慧如小姐 我们今天谈这本书 对很多台湾目前 这个退休的老人也好 或是甚至 这个老其实 看似从几岁定义 其实不要等到老了 再来开始做一些 对自己身体有益的事 那也许都太慢 其实这个预防的观念很重 所以四岁以后 大概就可以是这本书的 非常好的受众 对 非常透益 我们今天来谈老 因为这本书叫慢老 就是其实人老化 是没有办法逆转的 那怎么样能够 让自己老的比较慢 然后这个 让人家觉得你 这个看起来很有活力 我刚刚跟您聊过 就说 年轻的时候就看着 我的书桌前面就 念博士班学生 就放了一张照片 就是一个戴着棒球帽 穿着棒球夹克的老人 我就把它剪下来 从杂志上这张照片 贴在我的书桌前面说 我老了叫这个样子 看起来就是还很有活力 体型也看起来 还算敏捷的样子 然后最重要脸上是 当然是历尽风霜的 这种从容跟自信 那我那时候就说 你看我那时候读书 读得太无聊了 你知道 每天累了就看 人家是订美女 比基尼美女 我订的是个 穿棒球外套的老头 可是我觉得就是 你把自己活成那个样子 是给你自己同一个世代 还有下个世代 都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对生命的一种 向往 就是说我这生活到后半段的时候 我觉得很重要 对 那这本书里面 您谈到就是 怎么从日常生活中去实践 慢老 那当然第一个 活得要有纪律 这个就难了 有纪律前面要有个盼望 你心里有个希望 有个盼望 就有动力 每天都活得精彩 不枉此生 你才有可能 想说我要做过 有基地活着 活那么苦干嘛 对 所以要不枉此生 要快乐的下半生 对 那树里面 基本上就分为 要怎么生活 怎么吃 怎么睡 怎么运动 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 那自然健康 从容自在 这是所有人希望 在自己这个年龄 年健长的时候 一直能维持 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我们先来谈谈 看怎么吃吧 我看您书里面 有好几个观念 跟现在一般人 在坊间这种 彼此口耳相残的 比如说 老了要吃的清淡 老了要这个 一定要瘦一点 有一些观念 也许可以大家讨论一下 第一个就是 您书里面讲说 过了四十岁以后 其实就不要减肥了 不是四十岁 是六十岁以后 六十岁以后 六十五岁以后 但是你讲的是 四十岁以后 就不应该把这个减肥 当做一个目标了 是不是 应该不是四十岁 因为你那时候 还是在谢震霍群的 一个大的目标出群 应该是说 你到了某个年纪 事实上就是老年的定义 然后我至少 在中管有个节目 所以事实上也请了两个高龄专家 然后还有营养学的专家 还有复健科的医师 同时三个人都在我的节目上提说 老的时候不要太瘦 不要减肥 不要减肥 甚至那个营养学博士还说 你到六十五岁之后 你要把你的体重剂丢掉 反而把你眼睛看上你的餐盘 你要吃的非常的够 营养要够 对对 我刚刚看错了 你书里面写的是说 因为自己减重和高兴 应该是五十岁以前的事 对对对 不是四十岁 然后六十岁以后 要重燃对食物的热情 热情 然后可以摆脱对于减肥的魔咒 因为我们刚刚在节目前面 也有提到那个肌少症的议题 我现在是高龄医学很重要的议题 以前会谈鼓鼓 这疏松 现在开始谈那个肌肉越来越少 这件事情 退化 肌肉退化 这跟未来的那个失能失智 现在都已经觉得 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连结 因为你开始肌肉越来越少 你会开始连站起来 离开你的椅子都越来越困难 接下来你会越来越难 去巷口买菜 就是你开始你越来越难活动 开始越来越跟人难 跟人家人际互动 你未来的失能跟失智的风险 是升高的 可是你体重一掉 你的肌力相对而言 也都是会掉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都不要再 再想减肥这件事 你重要的反而是 应该把你的肌肉hold住 把它跟那个理财一样 管理你的基金一样 要管理你的肌肉 你到 其实我们这个中年开始 就应该好好的管理你的肌肉 好好的去 保护住你的肌肉 建立你的肌肉 而不应该让它流失 然后当然你到老的时候 这件事当然就因此更重要 因为你总不希望你 人生的最后几年都卧床 都躺在那 所以你顺利面的强调 就是说维持下肢的肌力 包括你的关节 包括你大腿的骨四头肌 这个其实是最重要 你可以想象就刚刚你讲 走路要能够步伐很稳健 一定要是要维持你的骨四头肌 还有你的髋关节的正确位置 你想我们人生 人最大的肌肉群 就是在我们的下半身 你看臀部大腿都这么的大 换言之 它流失也是从你的下半身开始 所以你一定要很努力的去建立 一开始 无论你做什么运动 其实像金老师 现在开始做瑜伽 都会开始 都会从先建立下半身的肌肉 你站得稳 做得稳 你才能做很多其他的动作 否则你就开始要去手平衡吗 那非常的困难 所以一定要先从那个下半身的肌肉开始 对我们一般人也是 也因此你知道 这一阵子会这么流行深蹲 也是因为它是一个CP值很高的运动 对 你就是可以 也许你也不用做到这么的准确 例如说 你站起来 离开椅子的时候 多一点点感受 你的骨四头肌是在工作的 站起来 那你坐下的时候 先不要坐到 停个几个呼吸 再坐下去 事实上你也在运动 你的骨四头肌 不过还是提醒深蹲这个动作 其实是还是要有专家先指导过 而且好几本书 对对对 因为你如果做得不对的时候 你会造成运动伤害 膝盖 膝盖 对 膝盖不要往前推 你要记得是往后做 一定要在脚掌的后方 对对对对 记得的事情还根本就是 运动教练的等级 没有 我也看了很多书 也请了一些人来访问过 所以略有一些基本的知识了 另外我再提醒一下 事实上从流行病学来看 无论是国外或是台湾自己本土的研究 都发现老人 你的BMI就是你的身体质量指数 这个就是我在书里看他也蛮差异的 因为他觉得这个 你不是落在标准的时候活得比较久 反而是落在过重 overweight的时候活得比较久 对对我看了很差异 因为他讲到65岁老人 BMI是27.5 对就是你反而胖一点活得比较久 所以事实上一届也有在讨论说 是否在老人这边的BMI应该要跟一般成年人不一样 不过这件事还没有定论 所以因此也会 因为还没有定论 所以不能不能讲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但是也会建议就是60岁65岁 真的不要让自己太瘦 然后不要想说我退休后又来减肥 对对 你真的可以摆脱减肥的魔咒了 好好的去享受你的美食 从然对食物的热情 尤其是蛋白质 我不必从然 我一直always有对食物很强的热情 那因为那个WHO的标准 对一般人来讲 25就过重了 30就算肥胖了 1824 就是台湾的数字是18.5到24 台湾跟国外不一样 我现在我自己BMI 我现在看完这本 我要开始多吃 在不增加血糖的前提下多吃 我现在才20几 也是23左右 你看起来很瘦 因为我掉了9公斤 倒不是刻意掉 是慢慢慢慢运动 也跟年纪有关 蛋白质 瘦肉蛋 对对 豆腐豆浆 其实我都有补充 但是这个 要很刻意的补充 要很刻意 你看现在那些超商 开始会卖那种 鸡胸肉 其实就是因为他 就是帮你算好 那个蛋白质的量 其实就是因为 的确有健身的人口 还有台湾高龄社会 对 好 那讲到吃饭 我们也谈谈您书里面建议 这个老年人不要 日本的话叫孤食 因为他会 这个对 不管是生理心理 都有影响 对 对 其实 就是不要一个人 自己吃饭 日本那个研究 也是蛮有趣的 他甚至是讲说 你 你是有家人的人 但是你还是常常 一个人吃 对 这常有 这样的人 死亡率跟忧郁症的 比例是比较高的 而且他有医学的证据 我看你讲的 因为他这个 他如果自己吃 通常我们自己吃 也都吃得比较快 吃得快 因为脑袋想事情 有时候嘴巴就吃得快 一个人吃 所以对这个血液中的 血清素的分泌 就会减少 它是一个成绩传导物质 它是会让人快乐的 一个 对 所以这个 因为你主角少 血清素的分泌 就会比较少 然后你一个人吃 很难均衡吗 因为也很难准备 很难的什么 什么极大营养素都有 也会草草了事 所以你营养也容易不均衡 然后你也会咀嚼得很快 就是随便吃 最好就是 这有一群 不管是男的女的 有一群自己的伴 常常约出去吃个饭 有不必吃大餐 对不对 到处小吃什么 多吃吃 这个大家聊聊天 而且你看 你这样营养才比较容易均衡 可以选很多养的东西 就不会自己 再怎么样吃都很难点很多 对 然后可是如果万一 你还是一个人的时候 看到这样的研究 你反而要有一个回头想 就是我就算一个人 我要好好吃 而且要慢慢吃 要细嚼慢咽 然后对自己好的吃 然后细嚼慢咽 光细嚼慢咽这件事情 有好处非常多了 对对对 这个我都时时提醒自己 因为我吃饭也是速度有名的快 以前因为公务繁忙的时候 常常吵吵了事 现在都要求提醒自己 要慢慢吃 那吃呢 讲到吃我们还没讲完 就是说其中还 有一段是在谈椰子油 因为台湾有一段时间 很流行风行 而且某个牌子 还几乎买不到 对对 但是这里面有一些 谬误的地方 根基于学来看 椰子油被非常的流行 它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减肥 可是减肥当时是 Chimes 大家是去做了一个采访 但是他那个研究 事实上其实减肥 是用MCT油 就是一个中链脂肪酸的油 做研究的 所以其实 椰子油里面的MCT油 事实上只有占13到15 大家都认为那个 中链的这个 脂肪酸 现在也很有趣 黄酸是 当然对身体有益 但是就您讲的 椰子油里面含量不多 对 然后另外一个防湿制 就是国内一个企业家 他就说 他妈妈吃了椰子油 之后就开始眼睛 可以定位 可以认出人 可以叫出名字 之后就大为风行 就大家就买 可是当时美国 这件事情会流行 是一位额科医师 他用椰子油 去帮助他的先生 然后因此也真的是 恢复了那个失智症 就是好转 可是这件事 当然是都没有被证实过 就是一个非常 个案型的状态 而且他用的也是MCT油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也许可能只是一个 炒作行销了 所以现在坊间有一些 专门谈椰子油的书籍 但这个的确是 还蛮有争议的 彼此的这个 后来就是也有 哈佛的学者说 他是跟毒药差不多 因为 他是饱和脂酸 非常好 饱和脂肪酸 他比猪油跟奶油都高 他到九成 所以你看他冬天 你如果拥有一个椰子油 他冬天整个都是白的 都是饱和脂肪 对 所以饱和脂肪 对身体是不好的 对 尤其是心血管疾病 好 那鱼油 Omega 3也是非常热门的 鱼油这件事 就是说 我们休息一下 好 因为进广告回来 您跟我们谈谈 Omega 3 大家都也是 很多风味规念 每天一定要吃鱼油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中部电视书 我们今天是跟黄慧如小姐 谈她的这本书 曼老 刚刚谈到了 我们上一段谈到 Omega 3 就是说 很多人都认为 吃了以后 可以多少的好处 防止血管 硬化 很多 但是其实 在书里面建议 其实直接去多吃些鱼 其实它的效果 绝对不会比吃Omega 3少 对不对 它其实也是一个大型的研究 也是跨了超过十万人 就发现 其实简单讲了 就是发现 有吃跟没吃的 一个中风的比例 一个是8.8 一个是9 都几乎没有差异 所以以前 你会觉得说 你要预防中风 心血管疾病 你会吃鱼油 那你还不如把那个钱 拿来好好吃一些蔬果 或是真的每周两次鱼 其实美国比较多的建议 都是每周两次鱼 你还可以吃到一个 很好的蛋白质 对 吃鱼是吃 它建议是吃这个鲑鱼 鲑鱼 还有秋道鱼 其实我推荐吃秋道鱼 又便宜 又便宜 然后营养又高 那尤其是鲑鱼 现在还有一些麻烦 因为仔细看一些 这个新闻的深入的 调查报道里面 现在鲑鱼在智利那个地方 是用养殖的 其实投了大量的 这个抗生素进去 所以坊间上 这些有些鲑鱼 如果是智利的 其实还是有风险在的 以前会讲说是大型鱼 然后它当然 它如果是在海中 被捕捞的话 它还有重金属的风险 因为它是大鱼 吃小鱼 不断累积在食物链的最后 所以现在都不会讲大型鱼 会讲高脂鱼 而且是说手大小的 所以轻鱼 秋刀鱼 那种其实不是那种大型鱼 但是它的鱼有还是很高 所以那种鱼就会蛮建议的 对 这个我已经是非常 这个忠实的实践者 我都专门是 我本来就爱着秋刀鱼了 秋刀鱼 青鱼 我们从学生时代 那哪有太多的钱 对不对 都是喝啤酒配秋刀鱼 就已经觉得快乐得不得了 但有些人会怕那个味道吗 对 看个人喜好 我反而是非常爱那个味道 我到现在自己有时候去超市买的时候 我就看秋刀鱼 所有鱼里面最便宜 我说怎么我最爱吃的鱼 是最便宜的鱼 所以它真的是很好 对它是一个很好的鱼 对没错 做也方便 炸一下 那淀粉呢 谈谈淀粉 淀粉这个议题现在就是很复杂 就是因为你想现在你只要有去看畅销书排行吧 所有的在前面的不是生酮就是减糖 对 都是少吃淀粉 对 很多朋友一些人都告诉我 哦 出去吃饭就 我不吃淀粉 不过我是觉得 如果就我的观点来看 我们本来的那个饮食的干类 是建议大家是我们从热量来源是 从淀粉那个是顶多只能50左右 其实五成也还蛮高的 五成的淀粉 对 但是我我们真正能做到那个标准就已经 我们通常都吃太多了 其实从大型的研究 亚洲人的淀粉量都吃太多 是占到67% 其实我们的营养的 营养的干类啊 那些规范 事实上是只是建设一五成 所以事实上把它降下来是对的 就是你看你的便当 无论你自己带的便当 或是你买的便当 视觉最大快的还是会是那个饭嘛 淀粉类 所以你想那个my plate 就是美国出来的那个 我的餐盘的那个建议 你想就是分成四分之一 彼此有一点点大小的差异 那基本上每一个各大营养素 应该都是占四分之一上下 就是均衡中庸 你如果有这个概念的话 你自己的便当 或是你的白云的便当 它的饭视觉上本来就不该这么多 它应该要下降一点 但是应该不至于到完全不吃了 因为基本上大家都会讲 只要多蔬菜 要吃品质好的淀粉 你建议什么书里面 瘦的蛋白质 什么叫瘦的蛋白质 瘦肉 对啊 是不是 对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 现在不断地被谈论 说蛋白质很重要 蛋白质很重要 像我去演讲也会讲说 那我要去控肉饭 控肉饭你可以挑瘦的吃 把肥的去掉 所以控肉饭是指油 我没有做要吃那么多饱和脂肪 有时候健康的油脂 对对对 健康的油脂是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通常就会讲说是那个 像刚刚讲的这个鱼的油脂就好 对然后甘兰油 其实多数都会讲说是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 那通常就是你可以去看 然后当然因为台湾人比较多会 会煎煮炒炸 所以他的那个发炎点又要高一点点 所以台湾的像苦茶油也很不错 花生油也不错 干油也不错 那你当然就是不要那个爆香 就是不要 高温 就是你可以低温的慢慢炒香 对对 花点时间嘛 就是享受那个过程 然后一个一个加上去 让味道不同的堆叠出来 一个不同层次的味道 就不要爆香 就是你爆的任何事情都已经 都是裂解的 都是一大堆自由基的 都是对身体化 你用多好的油都一样 所以 那品质好的淀粉有哪些的 这个可能大家就会比较知道吧 就是比较杂粮类的东西啊 糙米 糙米算 或者是现在 偶尔出来的芋头 偶尔好 还有 南瓜 现在也像 就是现在季节上 芋头 芋头 南瓜 超米 像我最近之前还爱吃那个 红艺人 红艺人 就是超艺人 对对对 就是反正你就觉得很粗糙 你要咬很久 才会有它的滋味的那些东西 对 这些现在都是觉得 粗食啦 刚才讲到芋头 因为我前一阵子去金门 他们芋头节 我还挖一个芋头 大的好大 可是我发现芋头越小的越嫩 好吃 不过他们说芋头里面有一点点毒素 所以一定要煮熟 一定要煮透 再来我们看看甜食 这个我们家两个女生 有名的一句话就是 我永远有第二个胃准备给甜食 甜食诱惑你看有多大 因为甜食会在大脑成瘾 它会形成一个新的奖励路线 所以你每次看到甜食 你就会被唤醒 你会很喜欢想再吃 年纪越大越想吃 真的 我40岁以前从来没有 这个在吃自助餐 后面去吃甜点 可是我现在每次饭后 那时候就看到了 在美国宁处 看美国老太太老先生 坐在那个冰淇淋里面 衣服 满足的不得得要在那里吃 她的冰淇淋 拿个卷 甜筒 不过因为 现在我也是看到 甜食就有幸福感 然后吃完就更有满足感 不过因为 现在这个事情真的被谈太多了 因为有不同的饮食法在流行中 所以对这个事情有比较多的探讨 我没有觉得所有事情 没有任何东西不能吃 我没有觉得任何东西不能吃 她也没有到说是像麻飞这样子 就是均衡适量 对 就是你真的很想吃 你就是好好的享受 就像我们以前会读过什么 法国女人不会瘦 不会胖 不会老 的那个书一样 就是法国人吃东西 就是你可能可以买一个 很好的甜食 好好的享受它 把你说的感觉 配个咖啡 对 坐在巴黎铁塔旁边 享受温暖的阳光 想到都很舒服 把那个感受填满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继续跟黄慧如谈他的书 欢迎回到中文联军书 我们今天谈的是《慢老》 这本书作者黄慧如小姐 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怎么吃 但是怎么睡也很重要 你要不要谈谈怎么睡 因为有些人都是平常上班 忙累的要死 一到周末假日就白头补睡 但是您在书里面提到这个补眠 会让你胖 也会有慢性病的风险 还会心情也受影响 对 就是大家永远都觉得睡不够 少睡一两个小时 所以到那个假日的时候 就拼命补眠 所以你平常可能12点睡1点睡 你到假日可能就 就还追剧了 可能到3点3 4点 然后一直睡到中午 可是你想我们如果出国 经历了时差 去出差旅行 然后就回来就觉得很累累的 不得了一直抱怨 可是你会想过说 当你的时间有一个这么大的转换 身体也事实上在经历时差 而且不是像你偶尔去出差 商务出差而已 是你看我们每一个假日 你都让自己经历时差 那身体事实上也是在忍受这个调配 因为身体自然本来就是一个 那个自然的身体的节律 一个规律 对 像生物始终那样子 那因此也有研究就是会发现说 这样子的人比较容易发胖 但是科学家还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现在是猜测说 可能是你在不对的时间 去启动了你的消化系统 然后也发现这样子的人 某些慢性病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所以换言之就会建议你 在平日跟假日的那个睡眠的那个差异 不要太大 偏差时间不要差到一两个小时 但是我觉得对一般的上班族 都会觉得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可是像我上节目啊 就会遇到有些主持人说 他没办法 他一定会很早就会醒来 就是因为他小孩子 平常还很难叫 到假日都会跳起来 小孩子平常都是叫不起来 到假日自己叫不起来 所以我们应该要像小孩子 那样把假日就跳起来 出去玩啊 晒晒太阳啊 我觉得这可以从心里啊 刚刚你这样讲突然讲 因为小孩子为什么假日会早起 因为他会期待放假 他会高兴啊 会兴奋嘛 所以我们应该每一个假日 都已经把他这个 定一个计划 怎么出去玩 对啊 看个展览啊 然后去哪里 玩去哪个 有一个会让你兴奋的 你就不会赖床了 对就是也是 好好的享受难得的假期 然后你也知道这件事情 对身体不错嘛 对身体好 所以 维持一个 规律的睡眠 都比你睡得多久 多长都重要 对 你顺便提到 就是说 有时候你的这个 空腹血糖高的时候 那 其实它变一个恶性循环 就血糖高 你的这个低密度胆固醇 也会升高不好 然后你会变一个恶性循环 然后血糖高 你就睡得少 睡得少 你的血糖就更高 睡得失眠啊 或者是睡觉 半夜会醒来 吃素多 这种的恶性循环 这个要怎么防止 彼此是元凶跟帮凶 就是你睡不好 你的血糖就会高 你的血糖高 你就又会睡不好 所以彼此 当然就是 你就会回头要看说 那你要好好控制血糖 那控制血糖就是 心神代谢咖 那一大堆的事情 多运动 控制体重 都在里面 对控制体重 还有肌力 现在就是非常强调肌力 就是肌力跟血糖 竟然也有关系 所以你的肌肉也要够 然后当然要吃对 就是你会看到他们 因为我就是 某些医生的联友 所以你就会发现 他们会做了很多很多 新的研究 那以前知道的 可能都不太对 简单讲 就一片的吐司 全麦吐司 我们以前都以为 一片 就是一份糖 对不对 他现在发现 他其实不止 超过一份 要去了边才算一份 那边是糖分最高的 因为重嘛 所以他的那密度高嘛 所以就 哇 原本以前知道的 或是 营养师教科书 知道学的 现在可能都被颠覆 而且现在可能 用的都不一样 因为说现在 超商的那些 吐司面包 非常的软 其实它非常油 所以它其实跟以前的 吐司面包也长得不一样 所以以前学的 现在他们重新去蹭过 重新去看它的营养组成 都跟以前的不太一样 所以要与时俱进 对啊 与时俱进 那大家有人认为说 睡前小轴一下 那我这个也麻烦呢 不小心老师身边有没有 我以前早年都是啊 就觉得累了 我身边是一大堆朋友 是靠酒来助眠 他觉得 因为我们不是 我倒是因为 每次觉得冬天嘛 那小时候就被培养的观念 长辈啊都会讲嘛 诶冬天啊 睡觉前小轴一下 会睡得好 结果可是事实好像不然 因为你睡前小轴 你反而容易半夜 你是不是待两个小时候 酒精退了就会醒 通常是会 因为你就会醒得特别早 有时候酒喝得多的时候 三四点 有时候四点多就醒 就比平常醒得早 对对对 它就是在你酒精浓度 最高的时候 会让你放松嘛 然后会想睡 可是你睡了之后 你那个酒精浓度退了之后 你就会醒来 所以事实上 它就是会让你 中间醒来的原因之一 对身体是不好的健康 就是你品质 睡眠品质不够好啦 而且你又因为喝酒 干又要比较辛苦 对不对 你又睡得少 那当然是对身体一定不好 而且你会成瘾啦 对对对 我倒没有成瘾啦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 因为我们做这行业 压力很大嘛 所以我身边 事实上是非常多的朋友 不敢吃安眠药 所以都会喝点烈酒 助眠 我都很担心他们会成瘾 对啊 那怎么样能睡得好呢 我看你宿里有一些建议嘛 晚餐少吃一点 七点以后不要做激烈的运动 对不对 然后平常下班 如果坐公车捷运怀的时候 不要在上面打瞌睡 那是指说你如果加班啦 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有很多的机会会加班 可是像我以前加班喔 回去的时候也是 突然在那个节目上开始度过 可是回去就突然精神很好 因为你那个想办法的自己醒来 你自己的那个退黑激素啊 身体那个自己整个荷蒙要重新调整 所以它事实上 你如果再加班 比如说你又加到八九点才回家 你中间真的需要 从下午就开始好好准备 让自己回去也可以好睡 变得你隔天还是要打卡的时候 真的痛苦不堪 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黄慧如谈她的这本书 《慢老 慢慢的老》 欢迎回到中美联军术 我们今天在谈《慢老》这本书 作者黄慧如小姐 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运动很重要 一开始节目的时候 但是没有多谈 这时候能不能多谈一下 怎么样运动 怎么样加强我们讲的说 非常重要的在年老的时候 这个年老这个老 我们不要定义到太老 其实就是你越早开始做这些 是对你越有用的 从四十岁以后 其实真的就是 如果能够及早就过有纪律的这种 自我要求的生活 听起来压力很大 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说 你不可能天天这样 你像我四十几岁的时候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要求 譬如说我会要求自己去运动 然后其实回想一下 我那时候常看了一下 人家说你那么喜欢跑步 我说不是 因为我跑完步 我的鼻子会很舒服 因为我这个 这是诱因 这是个自然的诱因 因为我们这个有过敏性鼻炎 常常鼻塞 可是你跑完以后 那个舒服感就是最好的诱因 所以你每一次想要跑步 所以想到跑完会那么舒服的时候 那就跟吸毒差不多 另外一种心理吸毒 对不对 我每次 我今天早上有跑 我每天也都会去跑 当然如果那个下雨天 也会很高兴 今天下雨了不用跑 对对对 但是跑完你都会想明天还要跑 因为你喜欢那个跑完的那个自己 那个状态 那个很舒服的状态 你会想说我明天还要跑 但是因此我会建议大家 真的不要把自己逼到极限 就是说给自己一个很大的目标 像有一本书叫完成 他所有都会建议 所有的目标都折败 就是要给自己一个 觉得好像做起来不太难的事情 然后好像做得到 又好像做不到一点点高 一点点的目标 这样子去做就好 你就把自己到极限 然后受伤 或是觉得每次要醒来都觉得很痛苦 那你真的无法持久 就是要相信时间 要把它当做一个享受 因为其实真的你运动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比如说跑步的话 你的脑会分泌出来 就脑内飞 就是很难在谈恋爱 但是搞不好 有点版主 因为产生恋爱的时候 会产生的脑内飞 对不对 脑内飞就让你会心情很好 对对对 好那怎么样加强这个大腿的四头肌的肌力跟肌肉 因为你说这个真正也才是你自己是不是能维持年轻的这个活力的一个关键 对不对 是啊就刚刚讲说会越来越 例如说现在快过年了 然后儿孙要一起出去玩 然后你没办法去 然后也越来越难去巷口买菜 之后你可能连从椅子站起来都会越来越困难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这个股四头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从膝盖到 因为它四个点大腿 对对对对 到我们的这个鼠西这边的这整个大腿的肌肉 事实上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运动 例如说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像那个深蹲 或者是说你坐椅子 你多停留一两秒再让它坐下来 或站起来的时候慢慢都感受你的肌肉 或是你难一点的话 你可以摸着墙然后一直脚站立等等 就是有很多锻炼你下半身的各种肌肉 甚至我还看过说 你那个穿袜子的时候 站一只脚穿 可是你如果 你有肌力的时候就不会 就不会这么不稳 摇晃 但事实上你摇晃的本身也是会动到一些肌肉 让你自己会拉回来 为了保持平衡 所以我自己也有练这个经济独立 每天有时候在山上 走到山上以后就自己练经济独立 那个都会增加这个 而且它对那个失智 失智防治 失智防治很重要 因为是左右平衡 因为肌肉40岁以后 根据资料就是每10年就减少8% 那大腿的肌肉在40岁以后 每10年会减少10到15% 所以那个其实流失量算大 因为它很最大的肌群 当然它就最快流失 所以是很重要 所以里面有一个标题就是 萝卜腿其实是好事的 它是小腿的肌肉 对不对 其实人家说小腿的这个宽围是很重要的 对 它就是 对啊 退化的太快 它就是肌少症的一个 一个指标 指标 所以是大拇指跟食指 两只手抠成一个圈 然后你去测量你的小腿度最粗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还有空隙越大的话 就越不好 表示你 所以现在就会觉得你那个 萝卜腿越粗越好 简单讲 你还少数 你现在健康得很 可是你身边有女性长辈 你就会发现 她们很多都是四肢非常的瘦 然后肚子大大的 对 所以你顺便强调要不要久坐 因为你说这个外国有研究说 一天站三小时 可以抵上一年跑十次马拉松 这有点夸张 对啊 因为你能跑一年十次马拉松 你平常有很多很多练习 对 它只不过用热量在那边算 东算西算 它是有科学根据 它有算出来的 对 那久坐超过一小时都不好 站起来 我现在有时候看出去看两三小时 我自从自己有这个提醒之后 我就会要求自己起来 动一动 因为有时候一坐 就不知不觉就几个小时过去 看电视啊 他们讲说这个沙发上的马铃薯啊 这个就坐在那电视里 沙发椅上几个钟头不起来 其实对健康都是不好的 对 因为你久坐之后 你身体有一个酵素叫脂蛋白质酶 它就会不工作 它就会罢工 然后它就是跟三酸甘油脂有关 它就跟我们体内去燃消脂肪有关 所以你久坐你的三酸甘油脂就会升高 那你因此你就会连接很多疾病啊 甚至癌症 对 里面有一些指标数字了 就是说你每天至少三天的健走 健走的定义就是你 如果还一边走一边讲话就不算健走 就是 行有余力 没有专心在走路的步伐 其实你就知道 因为我现在打高尔夫球 有时候在这个球场 我都要求自己都不坐车都是走 所以你里面那个提醒我就用到了现在 就是让自己在走路的步伐 能够比平常的步伐多十公分 那个真的就是有达到健走的效果 而且你这样还有meditation 对 就是你很重视你每一步的时候 事实上也某一种 你就专注在这上面 对 有点像静坐的功能 因为他们讲动中禅 对 动中禅 对 那每周这个要中强度的 有讲运动150分钟 这个要自己去算 你一天750分钟 你除以七的话也不多了 一天二三十分钟 对不对 对 但是因为以前都这样建议 但是因为现在时间 现在人的时间太少了 太宝贵 然后尤其是女性 对 角色太多 所以现在会新的建议会是说 你不见得一定要换上衣服 去健身房 或者是去公园跑步 你就算去遛狗 或是你车停远一点 或是你 你待会去坐捷运的时候 全程都是走楼梯 而不要坐手扶梯 累积超过十分钟 都算数 对 把那个时间加起来 积少成多 变成150分钟都算 今天时间的关系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谈 我们今天没办法谈了 非常谢谢黄小姐 谢谢 谢谢 谢谢